四川长宁地震发生后,备受关注的千年葡萄井一夜之间干涸 记者6月18日在葡萄井看到水已见底,布满泥浆的鹅卵石上静静地躺着几条死鱼 而时隔一日,记者又到葡萄井时,发现葡萄井奇迹般的起死回生,开始慢慢蓄水 葡萄井牵动着当地村民和很多网友的心,因为它不仅是长宁县文物保护单位 更因为它是制作四川民小池葡萄井梁高的招牌水源 6月22日,记者再次来到位于双和镇的葡萄井 为了安全起见,井外拉起了警戒线 不少村民站在路边远远地望着葡萄井,时而复得的喜悦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村民周新复说,葡萄井润遇了双和镇好几代人 大家对于它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井水干涸到富涌,内心的跌宕起伏难以言表 就希望葡萄井能恢复如初 当时看到这个水干了,心头都凉了 没想到,当天是干了一天,第二天,它又自然的,它又沉起来了 这心头还蛮有高兴起来,有种也很喜悦嘛 所以能再回来的话,真的是对我们一种希望 我们也期待就尽量的这个水啊 有时候能尽快的变清凉,也回到以前那种状态 虽然葡萄井的井水正在恢复,但井水浑浊 不如地震前的清澈 以葡萄井水为制作原料的葡萄井梁高受到影响 葡萄井门口的街道上原本有数十家梁高店,如今还在营业的只有寥寥几家 卖了十几年梁高的周秀燕告诉记者 葡萄井的水泡茶,煮饭口感一般,唯独做梁高恰到好处 现在井水不能用,它都是从别处取水做梁高,味道大不如前 副永后的葡萄井是否能恢复如初,这是在镇区老百姓口中热议的话题 很多人担心葡萄井会不会成为一口废井 对此,宜宾市长宁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刘龙泉表示 井水干涸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有可能是由于地震使得地质位移 导致涌泉渠道受阻 现在附涌了,说明水循环已恢复正常 附涌初期出现水体浑浊属正常现象 经过了一天,然后我们的葡萄井又开始涌流并保持了一定的水水 如果它恢复了涌流,就表明它这个水的循环又恢复了正常 短期由于地震操成了它的涌流的过程之中,叫做的泥沙 这也是正常的,但是随着实际的退移,它的泥沙就会越来越小 重新恢复涌圈以后啊,它的水质有没有变化 还有哪些,这个还要有待我们进行对水的分析和化验 感谢观看